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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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缺氧 不缺精神 不缺神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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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能看得起来 就说这一块 这一块是啥东西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方框是吧 它是上面这个长桥像的 对 这个一个图轮 这个一个树轮 它毕竟这个字是反的 你想想不好看 所以要踏下来之后 踏下来之后一看 小巧的印章出土于关旧的边上 有可能它是木主人的私印 细细查看 考古人员再次惊喜 这是个骆驼看见没 看 四个蹄子看见这 这是个骆驼看 这是个骆驼 这两个蹄子 后面两个蹄子 后面两个蹄子 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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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边上应该是文字 这个是头 这个是脱风 这个也是脱风 这个是前腿 这个是后腿 骆驼 骆驼 土拨石器了 没问题 现在就看着 这下下来就看边上的这些文字了 边上是文字 这一圈应该是文字 应该是脱风 应该是脱风 那个是个骆驼没问题 骆驼的符 好 解决了一个问题 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骆驼了 在牧室里刚发现印章的时候 因为泥土附着 考古人员推测 硬面上的刻画是传书文字 这会儿 清理去了泥土 处于硬面一角的 其实是一匹骆驼 检测墓室里的木头 得出了树木的砍伐时间 为公元744年 就此 考古人员做出了 大木属土拨石器的推测 当下在印章上发现了骆驼 而骆驼恰是土拨石器 甘清一代古代鲜明的图腾之一 秀石严重 难辨印文 印章是破解大木主人身份之谜的 最为直接 最为可信的证据 考古人员决定 日后将印章带去北京 借助高科技手段 试图硬面上的文字 新的一天 考古人员刚进墓室 就有精气陷了神 提去周边的泥土 这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 难以辨认 我先发现这件事 看来我说下个是处子的 这件事 这件事 怎么现在我去 有文石的事 这个 要把前面那些都经 接着呢 这像一个残的东西 嗯 残的 你看你看 这这这这这 全文石 对不残的 不全的 现在附近还有名 要去图里吧 拍照测量完成 精气被提取了出来 这应该是个人物 应该是个人物 怎么看人物 衣服 它是衣服 下面是那个裙背 后下边 我只能说是个头 它都这样窝上去的 这个应该是头 应该是个头 这双半身窝上去的 这个人物 眼睛和鼻子都看出来了 那个一位兔子两个眼睛 你看 你看 现在这个人物很清醒 这是两个眼睛 这是他的帽子 这是一只胳膊脱着下巴 这是一只胳膊大翻领 对 还是大翻领 对 冬天戴的帽子 对 冬天戴的帽子 往上卷着呢 这是这样窝下去 窝上去看 哦 人家是裙子 这个我看到 对 这个像是裙子 一只脚 少了一只脚 脚是不是窝的下面 一会再看看 脚估计是窝的下面 对对对 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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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 走一走 那就走啊 对 2018穴位一号墓 人物形象的惊奇 没啥出土 这是什么 像是个墓盒 这是一个墓口具 像是个墓口具 这还真是一件精气 很漂亮 泥土中现身精气 俩扣在一起呢 俩扣在一起 看见没有 对 还在弄带这个的方式 一模一样的俩背靠背呢 好 晚饭过后 依照惯例 考古人员清理当天 提取出来的随葬器物 下半身在这里 你看 脚 你看 脚 又掉下来 这是这个脚 像那个翻的眼睛 应该是个男的 应该是个男的 对 绑荡腰远 右手搁在这儿 它是捅着嘴 嘴里面戴着帽子 没的 哦 一个脚又窝着 这个脚没断 这个脚在这里 它窝着呢 窝着是吧 那个脚又窝断 对 这个脚在这儿呢 那这挺完整的呀 今天还到处找着 对 这挺完整的 左臂弯曲 右手托着下巴 神态凝重 表情沉稳 2018学会一号墓的墓主人 极度重新 精细在墓室里随处可见 黄金它有一个永恒性 另外一个 都兰这地方本身就是有 富汗这个丰富的金矿 到现在这个都兰的一个 蜘蛛产业就是黄金矿的开展 这是一个 另外也是 因为它处在一个中西文化贸易的 一个中转站上 西方里这种 重金里这种 就是 稀疏对它们有一定的影响 永恒的黄金 铭刻下了干清大地 永恒的传奇 新的一天 发掘还在继续 外头都没动的 别头是鱼图 对 这个是原始的关 关板底部 关在一边 这个你看 这个是原始的关边 这块肚子有珠子的 有小石 小石 黑白石一片珠子 这里头都没有了 里面肚子是小人 又见扁圆形 一圆硬币大小的黑白石 黑白石铺于木石 根据当地木铭说法 这是财富的象征 白寓意着羊群 黑是牦牛的体现 十一月的穴位草原热水谷地 气温已是零下 只剩木是阴冷阴冷的 白的是啥 白的你看透气 不就是钓柱已经 知道吧 这年 啥吧 它白的它们是镶着绿松石的 绿松石钓 是吧 花瓣上镶着绿松石 令这件旌旗 欲显典雅与高贵 你看发型都不一样 嗯 这个行 还在用竹签 这个眼睛的体贴 又见黄金 一颗精致的人头像 这个人脸发型 这个板太厚了吧 哇塞 看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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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绿松石板 看着你来像 像上半身 像上半身 小人的绿松呢 把它比一下 你看 这么多绿松 这边 这边 应该是一条 不是吧 这就是领子 是领子 是领子 你看你已经太远了 放太大了 这边一条 对对 都是 这下是掉的 它就是刚刚是从 好像是这样 噢 割到那对 割到下的对 对对对 这 这里还有胳膊 眉目清秀 官室考究 这 应该是生活在 甘心一代的 草原鲜明的相貌 继续发掘 多有小巧的器具现身 唯一 试不熟 四个小孩 兵 这个喝 这个喝 chic 这个喝 像个飞鸟啊 像个鸟 像个鸟头 像个鸟头 是翅膀 鱼得像一下 这是筋的 不纯 反的呀 武器上面 嵌的这个金石件 打透了 然后这个锚钉的穿孔 它丢了骨子 证明嵌了一个金石 北二室出这个 就是跟这个物品 比较一样的东西 在那边还出了几条 但那上面 没发现有这个 一下子这个金石 就是一根树的 它这上面还有 就是有槽子 一个小槽子 反正插到那儿的 应该是 跟它对到一起 这是一个什么 盖子没图案 我也听出来了好东西 我要吃 看这啥 是你娘的 这是女的 相务员位置都放好 我待会拍个落下 这个女的人物形象 人脸 那个是和 人脸是不是鱼身子呀 你看它这儿比较像 鱼身子 鱼啊还真是 美人鱼 鱼身子 鱼身子 人脸嘛 看见没有 这是人头发 他头发发尽 对对对 眼睛 这个眼睛在这儿 在这个 然后这是他的发尽 反正不是人 人绝对不是这儿 泥土加深 南辨这件精细的真身 是去泥土 刻于硬面的并非撞文 而是骆驼 英文难辨 考古人员决定 将硬章带回北京 借助高科技手段 探查真相 小金人左边弯曲 右手拖着下巴 神态拧住 弯床上 在线有可能象征着财富的黑白石 纯金的头像 这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器物呢 当晚 考古队驻地的文物修复室 稍视经理 看清楚了这件精器的真实模样 哇 这个脸 这儿有个孔 对 对 要么就是故意表现 人家的那个头饰的 挂的 应该是挂的 我想 那这块是啥呀 你看这边像是鱼 还是鸟身子 现在不一定是动物 人家有可能 人家在衣服上 人家就弄成这 有没有可能是 这是人家的 发射后面的飘带 哦 头发 是不是 我有可能 是不是 头发 你看 你看 它是这样连的吗 它这样这么过去 这么过去 它有可能像飘带吧 哦 对对 现在它 这是断的 这么连的 这么翘过来 哦 连在哪 可能对对对对 是头发上的 飘带 那就是啊 它是身子了 最喜欢连的 它不一定是 它的那个 就是动物之类的 嗯 这个 是不是也有身子呀 是不是身子掉了 如果看看这个叶 是断的叶还是 要断了 不是有身子吧 你看那是断的叶 肯定有身子 对 原来明天也找着人 跟那个被盗文物有点像 对 明天找着人 如此气形 令考古人员联想到公安部门破获盗墓大案收缴的另一枚精器 人身直挺 脑厚的发带如飞鸟的鱼翅 受找夸张的前身做狂奔状 动感十足的气身 拖着鱼翅的尾巴 两相比较 两枚精器像是异族器物 不同的是 一个显现着女性特征 另一个显然是个男人 遗憾的是 尚未找到这一件精器的气身 这个是咱们这个木石结构里面 这个木结构保存最好的一个石 这百二侧石 这里边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 放这个有机制文物的这种这种木床 这是在这个发掘这几个 墓室里头是唯一一个保存比较好的 其他里面有没有 现在不太清楚 这个木板整个将上面铺平 然后这地方还有一部分 铺平以后 在上边放这个像植物呀 像皮革呀这一类 这个墓室里头出的就 植物和皮革是最多的 这里边除了这个植物以外 还出了一些比较精美的精器 像那个绿松石的凤差 还有一个就是镶嵌绿松石的那个对尸 有日月那个 对有日月那个 也是在这个里头出来 2018穴位一号幕 米一样的宝库 虽说发掘已经尾声 但新的发现仍旧令考古人员惊喜连连 同期啊 不是 叶松石 来 你来 哎呦 漂亮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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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当好是吧 欠叶松石的一个东西 对 黄金 哇 呦呦呦呦呦呦呦 看那个有没有钩里边 钥匙 钥匙 哎呀 看那个有没有 刷子锅 那么刷子 就这么 真好 这个 那个气春有气春 那个黑色的气春 对 对 记得 记得 这个 哇 这么大 推着试试 把伯伯再剥一下 大很大 多长 我捧脚吃球的 哎 哎呦 这很完整啊 这 对 对 对 哎呦 对对对 走 背背 对 对 床头给他包 真大 哎哎哎哎 他怎么还要 他前面没有钩 有钩就是带钩 哈哈 哎呀 不行啊 不易吗 不是 我看这个 这样也不要 真是看着真下面有钥匙 哎呦 哎呦 这 最前面的一颗大素是多了 这个少一个 这少三个 对 这少一个 嗯 赵 您看下面有 有钩吗 还是到头了 没有了 没有了 你往下有吗 到头了 不要做得精致 看就是鼻子 鼻子 鼻子 大家那鼻子啊 那我这大厂的鼻子 不是鼻子 敷面的鼻子 对了吧 看着像是吧 就是鼻子 敷面的那个鼻子 这是被盗的那一副 这又出了一个 说明至少买两个 像个敷面的鼻子 嗯 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两个 对 人的敷面的那个鼻子 跟这个差不多是吧 是吧 这挺像的 那这个利润是掉了 咱这个很完整 刚出错了 像不动的 把鼻子再往那里 这样你再吐蜿蜿蜿 行 那把鼻子 有头那么大 一些 哎呦 快大了 看它是不是 看有对 看它现在别取 看它有其他的 倒了 果不其然 离出土了鼻子不远的地方 现身了负面的嘴巴 嘴巴又不远 赶紧先放到原位 放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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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嘴出来了 慢点慢点 还是挺挺硬的你看 嘴巴出来了 走吧走吧走吧 赶紧赶紧眉毛 眉毛眉毛 胸都不能动 看这边 全是里面的 盖在死者脸上的面罩 为之负面 鼻子和嘴巴 对慢点啊 慢点 你也得也得剥啊 慢点 眼睛和眉毛在哪 细心肠杖 却是踪迹全无 考古人员 将负面的鼻子和嘴巴 提取了出去 两头 让这零送死掉了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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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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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一早 一枚不是很起眼的惊奇 这是个啥呀 这是个啥东西 看这形状有点奇怪 哎呀真强有点像那个 封面上的眼睛呀 哦 是是是 对就是那个封面上的眼睛 对我们之前不是发现了那个 封面上的嘴巴和鼻子吗 对对对对 这可能就是它其中的一只 对 对 看着像眼睛是吧 嗯 像眼睛 对对对 你看中间还有眼珠子 对对中间这个眼珠子 中间还有眼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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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不错不错 等一会再找找看 看还有另外一只眼睛 还有一只 对 找找 对 对 当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竟然是昨天没能找到的 负面的一只眼睛 大金板 到底是大金板还是大金板 板板 多长 这么长 对 对 这整个这一只 这一只吧 嗯 好多都在下面 这只要鸡皮 这也还是鸡皮套一样 这个是鸡皮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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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有一组 这个 这大家伙 这不接近就吧 这个不错 这个之前我们好像一样 对 翻过来到时候清清看完 这种形状的话 这个是长的对吧 长桥形 它是一个长桥形的 看看 看这个方式 正面有有有 有动物没有 已经还有动物了 对吧 多 多 两头都在那 多美 好了 好 翻过来 翻过来 翻过来清点 哇 漂亮 漂亮 这个 这个 这个红颜色的 这个是沾在 沾着木桥上的 这个颜色 对 真的没动物了 都是花红 没有 没有动物 没有其他的往事嘛 嗯 它这个东西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什么上面 这都是 都是 都是花 你看它是这样卷着它 你看 对 就是这样 整个一个弧线 对 这件子一翻一整 一翻一整 对 是 白银赤顶 黄金为灭 虽是泥土加深 却也掩不住 这块大金板的金面 是 明天 是 是 是 这些监装 对 的 对 它们 有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不像盘子 也不像盘子 小碟子 小碟子 太钱了 放粘料的 等一会儿照一下吧 不得走会儿照一下再去吧 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好 可以吗 可以啊 来 这怎么看着像个勺子呀 勺子 这是个银勺子 银勺 银勺 银勺子 银勺还是金勺 银勺子 银勺子 有纹饰呢 银勺子 有纹饰的 这样 kids 硬买 先不清就这样 带丝绸 对 上去就走 真物包着 上面还有东西 对 到室内 到室内吧 你帮他轻易点说 好的 可以不喝了 呦 是不是一套呀 底下还有东西呗 是动 不是 会把底下再砍个东西 看这盖 会是上边这个盖 底下还有个东西吗 要不你取不动呀 对 起来不行 起来吧 不 这还能什么 不 可能是不 可能是不 就这带不 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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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不去 快去吧 这些 怪我再弄不出来 这是 对 对 这是不 这是很一个 带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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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形类似小碗 内有纺织物 这会是一件什么器物 待日后深入研究 才能做出结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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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这是我们中心自己研制的160千伏显微CT 那么它主要是针对一些小的样品进行高空间分约率的CT扫描 那么我们就首先把这个印章放到这个CT设备里面来进行一个断层的成像 那么通过在多个投影脚下对这个物体进行这种透视成像 再结合后期的这种重建算法呢 我们就可以对这个物体内部它的一个断层的结构进行一个重建 对 出来了 出来了 给形状 这是个透视 对 它这个鼻形扭你看 这个鼻形扭已经 你看 它是不是可以这样转一下 不能转 不能转 现在这个只能上下 然后待会的时候 我们扫描的时候是360度旋转的 对 每一个断层都能看到 就像切西瓜一样的 我们把这个东西切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对 2018穴位一号目考古队负责人韩建华 第一时间感受高科技带来的惊喜 就看这一块 看大概就能 能看见骆驼的叶 精密仪器的探测结果 英文仍旧是模糊不清 这个效果不太理想 可能是我们这个散射比较严重 我们去试一下这个线震探测器 这是450千佛工业CT吗 工业上的应该 我们航天航空上检测的比较多 相对于说要求比较高一点点 我们还都是用线震探测 我们是逐层的一层一层的 所以花的时间比较差一些 用作航天航空研究的设备 破天荒地承担起了对古代信息的解读 下面这个字 这个文字也出来 对 也出来一些 更清楚一些了 所有信息它分布在六层上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把它综合到一张图上 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呈现 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 然后再加上一个彩色的呈现方式呢 就做两张图 一张是这个 然后一张是这个 高端设备不负重望 印文清晰地显现得出来 印面文字为古葬文 专家试读 表意为外甥阿柴王之印 阿柴是吐蕃对吐玉魂的一个称呼 那么阿柴王就可以明确 这个牧主人是吐玉魂王 正好它这个印章的风格 是吐蕃时期一种典型的印章风格 那么就是可以这样总结一下 吐蕃统治下吐玉魂王 况且和吐蕃有深究关系 这种政治联姻 所以它的这个意义就凸显出来了 这是可以说解决了这个 对热水牧群四十年来 相而味觉的一个学识 重大的学术问题 出土的印章 试读出印文 考古人员终于破解了 大牧主人身份之谜 高原缺氧 不缺精神 三年艰辛 成效斐然 2018穴位一号目的考古发掘 获得2020年度 中国六大考古新发现 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两项殊荣 探索远未终结 探秘甘清古道之名 认读导导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